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節有些趣聞要跟大家分享 葉劉又試吃飯的時候打卡 令網民立刻叫罷食 到底是甚麼事呢? 原來葉劉在今天的中午時份 去了吃豬扒飯 他是這樣介紹的 位於西環的聯話茶餐廳開業超過五十年 真可憐 五十年難道這樣結帳 不知道 看看他繼續怎樣介紹 他說 他的焗豬扒飯遠近馳名 是我最喜愛的美食之一 早前跟友人再到這間店鋪五線 即是吃飯了 葉劉到底點了甚麼菜式呢? 原來點了生蕉牌焗豬扒飯 聽他說香氣四日 厚身的豬扒再配上炒蛋飯底水準依然 即使下單之後 最少要等接近四個字都是值得 另一道的小菜就是西蘭花斑片 哇!鍋器夠兼用料新鮮 兩樣東西都是份量十足 這頓小餐我們吃到甚為滿足 飽到撐著肚皮 餐廳充滿了香港六七十年代的懷舊風情 老闆許詩恩十分友善 亦樂意讓我在網上分享食評 伙計也招呼恩勤 顧客多數都是老街坊和附近的上班族 我們吃飯時也有街坊上前和我打招呼 真是訓外親切 香港人熱愛美食 令到地道食物和各國的街坊得以享受百花齊放 你吃天堂絕對不是浪得虛名 我們要好好珍惜 這個老闆多虧你不少 馬上下面的留言說什麼呢? 哇 葉太你又送死亡之吻? 這間店的歷史會不會永遠停留在五十年呢? 然後還有些人在說 多謝葉劉提供罷食名單 真是多虧你不少 老闆是 你這樣去吃一吃 似乎這間店就無厘頭變成藍店了 哇 馬上就 很多網民還問你 這個最好笑的就是 他說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為什麼你這麼討厭這個老闆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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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衰的 你這樣打卡 到底這個老闆這麼老了 許老闆 到底他知不知道你的風評是怎樣的? 你這樣介紹 就是你放一放在網上打卡 哇 馬上有千多二千人留言 三千多個分享 全部都是說不去的 你這樣到底是宣傳還是幫他反宣傳呢? 很嚴重的 葉劉就說到香港的美食天堂 老實說 本來就是 但是近這十年八年 大家出去的旺區看看 那些地鋪 如果說的是美食的個體戶 買少見少了 除非他本來那間店已經買起了 即是自資的店鋪 如果是租的 一早就已經被人壞了租金 就變成連鎖大集團經營的店鋪 不一定是酒樓或是食肆 是有機會變成什麼? 賣化妝品 賣藥房 變成金店鋪 完全不是服用我們本地的客人 為什麼他們買少見少呢? 要麼他們搬去一些沒那麼旺的地區 越搬就越遠 要麼他們就越搬越高 搬去更高的店鋪 變成了樓上鋪 那你就死不死吧 美食天堂呢 老實說 九七剛回歸的時候 還是美食天堂 現在還是不在呢? 你看看租金就知道了 當然這次運動又為過體戶提供了契機 起碼租金跌三四成 你才可以做的 尤其是在那些旺區 老實說 在搞店鋪出來 它有哪幾項的成本呢? 租金 人工 食材 燈油火納 主要這幾樣 後面那幾樣全都是死數 無論你去沙頭國開也好 去旺國開也好 基本上你都要出那麼多人工 買的食材也差不多了 或者燈油火納 基本上是一樣的 唯一不同的是租金 如果租金佔成本的比重太高 你根本上是做不到的 現在你說香港還是美食天堂 我不敢苟同 因為很多已經被你弄好了 而且不僅是食店 有很多特色店鋪都被弄好了 比如說在屋邨那裡 以前那些商場 很多什麼? 士多、辦館、米泡 以前大家小時候 都隨時到米泡那裡扔米 可以逐斤扔的 不用一袋買的 你當然可以一袋買買 如果一袋買就可以送貨 老闆開了一輛鳳凰排的單車 那時候很駕駛堂 有一輛漂亮的東西 駕駛到你家裡 以前如果在廣州的話 那些小蚊袋經常穿窗 那些小蚊子 是怎樣的? 在單車後面就掃那些米 以前窮 業樓當然啦 藍血人 又有錢讀御科 又有錢讀大學 還要一級榮譽畢業 當然他也有努力過的 但是他有沒有體驗過 我們這些民間疾富呢? 很明顯是沒有了 所以他經常說這些東西 都是這麼離地 還說香港還是一個美食天堂 香港是連鎖店天堂 欠美食天堂 那些屋邨商場 自從被領匯上市之後 很多都收拾了特色店舖 賣模型、賣文具 賣少見少了 現在你還說美食天堂 就只是自欺欺人而已 業太 人家叫你要求搞租務管制 你說不搞這個自由市場 對了 現在這些示威出來以後 整個租金下跌 問題是市場的調節 不能夠靠這樣來做 你真的完全不去想想這些東西 一美就由他不斷加租 這些就是所謂的市場機制 當然你要崇尚自由市場 沒辦法 這店舖唯有就整理了 接下來就想說說另一件事 大家記不記得我們說過 整班TVB的恩星 去了撐警 跟江永祥、郭嘉全 那些傢伙謝鎮忠 在那裡合照 向PPRB致崇高的敬意 原來其中一個人叫李嘉 他竟然在Facebook上寫了一些文章 來反擊網民 值得我們去欣賞一下 看看他到底說什麼 他有什麼代表作呢 原來那些網民翻查出來 他就拍過《跟國僑雄之意海豪情》 在裡面飾演日本皇軍 你也算是反華了 而且裡面有很多反華對白 大家可以CAP出來 可以放上微博給那些小粉紅看看 尤其是說那些辱華詞彙 這個李嘉 他在Facebook上說 廢話我就不多說了 不要跟我說什麼 民主、人權、西方的浪漫廢話 老子就只是一名功夫佬 匹夫也 老子的身體、靈魂、功夫 全部都是地地道道 中國製造 哇很壓勻 祖先留給老子的 吳盡匹夫之責 全身心地愛護守護我的祖國 並堅定牢固地支持 為守護祖國大地而默默付出的每一個人 就是說撐警了 對不對 老實說現在的示威者 都是要求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跟你守護祖國有什麼關係呢 難道你認為爭取真相普選 就是與愛護祖國有衝突 你是不是暗示祖國是獨裁國家呢 哈哈 這些人 你還說不要說民主、人權 請問不說民主、人權說什麼 不說民主、難道就說獨裁嗎 對不對 其實這些藍絲也好 這些藍藝人也好 他們那種思維模式真的很奇怪 難以常人可以理解 他們經常說熱愛祖國、熱愛基本法 不知道他們到底有沒有看過基本法 第四十五條第二款就寫得很清楚了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是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 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 最終是達至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 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 那就是答應了對不對 基本法的莊嚴承下來的 普選行政長官是 那有什麼問題呢 為什麼不可以搞真相普選呢 更何況你這個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 是可以談談它怎麼組成的 就不是根據831下閘的決定 那大家就去討論這些事情 別人爭取的都是爭取這些事情 爭取一個真相普選而已 沒有說說其他事情 你扣其他的母子下來 一會兒又說港獨 一會兒又說外國勢力 全部都是你自己在那裡憑空想像 你自己是創造出來的 真相普選就說得很簡單而已 就是根據你這個第45條去做 是不是 你沒有看基本法的 基本法又不看自己熱愛 其實這些人老實說 什麼小粉紅等等 對於黨史和國家的歷史 他們認識多少呢 到底是認識不認識的呢 你叫他唱幾首革命歌曲 他唱幾首革命歌曲 對嗎 就是這些人你為錢愛國 你不是愛國 最終來說你就愛人民幣 你是愛錢而已 告訴你 你是愛在大陸發展的機遇 你就不是愛國 你亦都不是愛人民 你是愛人民幣 你要搞清楚這件事才行 不要說自己真的是愛國 你這些是口頭愛國派 是不是 還說不用說人權 麻煩他看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第二章 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第三章 全部都是講關於人權和自由的 講人的權利的 叫他回去看看吧 口頭愛國實情 連憲法和基本法都沒看過 先回去溫習一下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